各位朋友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崲頻道 收睇肥坤出adows 記得按訂閱 今天是7月10號 肥坤來到關閘廣場 我們去逛逛逛逛逛逛逛 轉到右巿方向 大家都是民生區 我们来看看市民的生活情况 我在这里又讲一下澳门的新闻 由明天气澳门禁足七天 遗者可判监两年或者罚款 巴士停运 有小部分巴士是开的 但是市民就要持有有效的许可证才可以坐巴士 的士是有的 明天休市期间 依法例雇主不用出粮给伙计 希望共同坐一条艇 政府还呼吁全澳市民 戴一定的合规格口罩 KN95 或者以上高规格的口罩 如果不是就会接到警告 我们来看看这附近的马路 这里是关集广场 还有很多店铺开的 明天应该 梁又饮食那些 民生肉品的店铺 应该会继续开 但是政府就呼吁市民 就不要出街了 尽量少出街留在家 明天肥坤都会响应政府 你不出街 我不出街 大家都在家 未来几天肥坤休息 在家里 今天 礼拜 就出来医区 就 入货 是这样 应该 什么都有 这里是永定街 我们沿着永定街 进去游汉那边 沿路上 这一段 也有些人 很疏落 超市也很开 药房也很开 还有些金铺 洗车档 都有营业的 好 我们走入少少 游汉 这边属游汉 游汉都属于熊马的重灾区 当然 那些 熊马区 几天 就会取消 大约是五六日 就会取消 一波取消 第二波又来 这里是 新华学校 我们继续走 游汉 沿路上 人稀疏 车又少 沿路上 也有很多 这些 这样的帐篷 有很多工作人员 在这儿做事 这些就是 鸿马区 这些就是 鸿马区 物资 就 政府供应 如果要隔离那些 就包食包住 那都 挺好的 现在 黄马和绿马 内遇 差一点 黄马 就 到处都不能去 绿色的马 是有绿色的马 但是 袋中又没有钱 变成 样子都不行 红马 还可以住在五星级酒店 住在五星级酒店 还可以在房间灑下 享受一下人生 没有事 几天就出回来 沿路上 又看到很多帐篷 早两天就封了 那些马路 今天天气非常好 所以肥坤 近这两个星期 自从疫症发生 很少进来的右汗 因为这里是重灾区 今天是 可以出来逛街的 最后一天 我就选了右汗 沿途还有很多朋友 坐在街上 可能是等公司车车上班 做完今天 明天开始连地盘 什么公司都停业 走过少少 就是右汗街市 街市门楼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穿着防护服 叫市民一个跟一个 不要一起涌入 进去 就是出两个 入两个 做完整的防护装备 又探热 又要看健康码 每隔一段路 都有警察和警车 守住 这些超市应该 不会怎么抢购 听闻说是不休息 不过可能时间就缩短 超市就供应充足 明天的外卖当 又不知道 有没有开 我们转到右汗的公园仔 有很多朋友出来 聊天 打牙咬 明天可能要罚钱 这几天还在劝雨期间 我们在右汗街市转个圈 现在最旺就是 瓜菜当 每个人都抢瓜菜 抢猪肉 实际右汗 也有很多人 挺热闹的 今天的生活 还正常 明天 不知道会怎样 你能够到 看着 你不容易 看着 诶 先 你不愿意 看着 你不愿意 看着 你不愿意 这段路很旺 很逼人 每个人都趕着买菜 买多一点 马路上是车较少点 这儿是排队买猪肉 现在这些猪肉档是比街市便宜的 我们转过来 这里是黄金酒楼 黄金商场 基本上全部都关门 黄金商场 这儿是右汉第二街 前边有个巴士总站 这些巴士的班次已经全部好疏 这些公园 这是第一阶和第二阶的公园 这些公园 有很多朋友在这儿打牙咬 聊天 那镜头拍着 还聚集一群人 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这些人都不戴口罩 这点有趣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这儿子 也有趣 这内容 就不戴口罩 这一路 好 那 好 这边是右汉的第一街 这边有一个供应站 红马区应该是供应站 这里有一间超市 全部一包包给人车去红马区 上楼送给居民 里面有瓜菜、肉食、生活用品 全部都免费的 每天都有供应 澳门的福利真是好 大厦封了有物资供应 不封的话就自己 红包买东西 四季 大厦封 小国花园 大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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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花園转弯位的店铺有很多店铺 棉包店铺、水果店铺、药房店铺 到处都有开门 澳门现时的公园全都封闭了 我们下集再见 邀请您订阅... 邀请您吴